乐天桃园球团第一轮指名选手邱欣 大家好我是汉打 欢迎收听原事物语第111集 预计上架日期是2023年的7月18号 原事物语是乐天桃园全民像 非官方Podcast每集我们所得到的主题 还有大致上的时间轴 多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好那这个2023年的中植季中选秀 已经在上周三 就7月12号结束了 那相信这个选秀的结果 应该说不止今年 应该每一年选秀出来的结果 可能跟大家想的都会不太一样 那在这次选秀之前 我们照例在这个 大睡前五十三的主题频道 就是各队单口都有玩一次模拟地的选秀 那当然选出来也会跟 实际上大家看到的结果不一样 那我们的第一轮选是秋星 那关于秋星的这个简单的资料 我们会放在节目的后半段 再跟大家做报告 那这一集理论上应该 篇幅不会太长 因为上周就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选秀 然后一个是下半季开启了 但是上周我们只有两场比赛 所以大概还是一样 很简单跟大家做点回顾 那本集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跟啦啦队有关的两则的这个update 那基本上这两则也都是国外出差的部分 首先第一则是8月18号这一天呢 我们会有一批 是一批Rockland Girls 会去这个澳门 W&W Music DJ Festival 然后呢我们一次就去了 12位相当大的阵容 有哪些人去呢 林旦 曲曲 带颖 小子 若同 乙轩 菲菲 依依 云西 惠妮 嘎令 跟宇翰 然后除了这几位之外 连小凡 小晴跟Rina也都去了 小晴跟小凡是正副舞蹈总监 然后Rina是应援团长 不过这几天Rockland Girls的行程怎么安排 就到时候蛮值得看 因为他们在澳门的表演是8月18号 但是8月17、19跟20是我们家主场的阿米趴 就是没有办在军人节的阿米趴 很神奇的一个活动 所以到时候去澳门的这一批 会不会在主场出现 那就可能再看他们的安排 那扣掉国外出差这件部分 其实之前在就算在台湾 也是有发生过 就是我们家Rockland Girls 在主场跳一跳 然后可能中间有一批人 又要赶场跑去国庆晚会 所以阵容很庞大 人手很多 但是到底够不够用 或是怎么安排 这个可以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这是国外出差的第一则 那第二则就是在 9月的时候 从9月19到21号这三天的比赛 就是热天金救队的主场比赛 我们会有两位Rockland Girls 去那边做表演 那虽然去的人数很少 但是去的两张都是S 就是一个是林湘 另外一个是达黑 就李多慧 那林湘在这几年不止在台湾很红 基本上应该也蛮多日本人知道他的啦 那虽然说他这个身上有刺青在日本这样的社会 可能是会有一些风土民情上的一点点疑虑的声音 这个是日本跟台湾不太一样的部分 因为在台湾好像现在对于刺青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蛮开放的 身体是你自己的你想吃怎么就你自己去处理啦 但日本好像这个部分还是蛮比较会在意啦 那好像韩国也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位就是达黑 那达黑今年在台湾跟韩国都算是蛮轰动的 但是在日本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晓得 只是一次就出这两支S 也算是对仙台那边非常重视 那其实今年的球季我们家Rocket Girls已经去了三次仙台 那三次都是不同的成员啦 那第一次有来的那一批 然后第二次有Yuri这一批 然后Yuri还在场内活动的时候 在表演的时候还跳到一半摔倒 摔一个四小朝天 这个非常Yuri的风格 那前两次啊 其实他们去这个参加表演 在京旧队那边的官网也都会有成员的介绍 那像这一次的介绍就是关于林湘跟达黑的介绍 我就稍微找了一下 然后请Google帮我稍微翻译一下 我就是大概念个大概给大家 那关于林湘的介绍就是2021年加入Rocket Girls 不只作为拉队 而且在电视节目 社交媒体各个领域非常活跃 不管在台湾跟日本都相当的受到欢迎 现在是世界领先的拉拉队成员之一 然后达黑的部分呢 是李多慧就来自韩国 活跃于韩国的KBO拉队 2023年加入Rocket Girls 在他有出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就主场比赛嘛 许多的球迷都聚集在舞台前 观看他来自韩国训练的正宗的犀利舞蹈 那白话一点就是一个很受欢迎一个很本质啦 那其实像达黑的这个舞蹈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他自己的官方YouTube频道 像他最近有出一片 就是说因为他之前在烙年糕趴嘛 有他的solo 而且连续两天的solo 那连续两天的舞马是不一样的 那其中有一天甚至是跳男团的舞 那他的这个练习影片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辛苦的练习 然后在进行上周两场的战报之前 还跟他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上半期的一些小数据 那其实我这一次上半期没有花一整个篇幅 一整集去做那个整理啦 因为在上周的节目我们有稍微讲一下 然后在最近会上架 应该这个礼拜上架 就是7月22或23的大翠水53的主节目 我这边也会做一些上半期的回顾 那这一集我还会再补一点点另外的数字 就是有点散 就是分散在这三集 不过没有关系 就是如果你哪边没听到 你就哪边会漏掉 那都是小数据啦 一些简单的小数字 那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一点的 就是关于我们在上半季的挑战的成功率 那我们在上半季呢 总共发起了34次的电视辅助判决 就是去挑战啦 那成功率是5成非常高 34次里面有17次的成功 那这个5成的成功率是5对的最高 然后其他4对的数字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富光汉匠挑战的39次有18次成功 成功率是46.2% 第三名是统医师 26次的挑战有10次的成功 成功率是38.5% 第四名是中信兄弟 29次的挑战有8次成功 成功率是27.6% 然后最后一名是卫权龙 28次里面只有5次成功 挑战的成功率是17.9% 其实这个挑战成功率啊 我们在最近两年的数字都还蛮好看的 不过我记得在应该是2021年左右 那个时候我们的成功率是不到三成 是5对里面最低的 那这两年应该算是有比较好的进步啦 应该说 这可能跟总教练跟选手之间的沟通有关系 因为选手要够笃定才去提出这个挑战 那这个机会才会高啦 那其实这个数字 如果你要战球队的话 就等于是说好像裁判特别不喜欢 我们家桃源跟富邦汉将 那不过你在PTT上面 你也会看到有些人会讲说 挑战成功率这么高 就我们队高 桃源最高 所以球是远的 那我只能说这个逻辑 小弟我资质罗顿实在是看不懂啦 那另外一个小数字的分享 就是关于我们家在上半季 在这个一般状况 以及得点圈友人状况之下的攻击的表现 那一般我们来看的是 打击率跟这个得点圈打击率嘛 那我们在上半季60场比赛的 打击率是两成七七 在得点圈打击率是两成七 因为其实差距没有很多 那在上累率也是一样 上累率是一般状况 就整体状况是三成三三 然后在得点圈的上累率是三成三一 所以你要说是算稳定吗 其实是算稳定的 但是我们这个稳定指的是 累上就是得点圈没有人跟有人状况之下 其实差距是算稳定的啦 那如果说你要每一周每周来看的话 就像我们之前在做战报一样 你会发现说我们就是有几周打特别好 那有几周就是打不回来 所以如果是摆weekly来看的话 那是不稳定的 接下来进行上周的比赛回顾 好我们上周呢 因为是下半季刚开季 所以总共只打了两场比赛 首先是7月14号在周际课厂面对中心兄弟 那最终是9比2赢球 但是是延长赛的第10局 打完10局之后才赢球 那这一天的比赛呢 两队先发 就是我们家的霍尔那队上 兄弟的德宝拉 那 那本来我们是领先 但是中心兄弟的苏维达 他在比赛后段有一次带打全回打 让这个双方比分2比2追平 进到延长赛 就下半季的第一场就假扮 但是到了10局上 就是整个风云变色 面对中心兄弟的closer 吕燕青呢 在10局上一出局之后 突然就被我们打先一阵乱打 其实10局上是这样子 我们先有一支安打 就是这个安棍的一支安打 然后阿盈先二蕾飞球出局 后面呢就是两支二蕾安打 然后两支一蕾安打 然后中间夹一个阿富的三阵 然后又一蕾安打死球 二蕾安打 那最终才这个飞球结束 所以在10局上呢 2比2变成了9比2 那最终我们就是这样赢球 那整个上半季存在感很薄弱 有跟没有差不多的霍尔呢 在这一区 这一次的先发 就是8球 其实如果你有看他比赛的话 他有一颗非常西医的变化球 那个就是会掉到 大概7到9号位 让打者被像冷冻的披萨一样 被删成那个很漂亮的变化球 但是重点就是 他的用球数还是太多 5局就98球 那这个对牛棚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那豪金在这场也是投跨局 因为他在这个9局上来 平手的时候上来 因为closer的本业 到了10局上还是投了一个人次 一个出局之后才 抓了一个出局之后才下去 那这个 我的解读会是比较是 让接手的赖虹城有更多一点点的热身时间啦 这是7月14号 那隔天7月15号 一昂客场面对卫拳龙在天母最终2比5输球 这一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6局下连续的失误 而且是二雷手三雷手游击手各一次的失误 那2比5我们的两分呢 就是靠着阿富的全雷打 所以就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们每一周战报都会有做这个 投打的一些分析啦 不过上周因为只有两场比赛 所以这两场比赛的投打的一些数据 我会跟本周 就是到7月23号的比赛 合并起来一次回顾 好那回来这个选秀 就节目一开始讲选秀的这个部分啦 其实我后来看一下 就是主节目里面我们的第一轮预测啊 呃我那时候是选这个刘俊伟嘛 然后斯文是选邱星嘛 那其实实际上选秀的这个结果就是 刚刚我们两个人对调了 那魏权隆后来他们先选 所以他们选了刘俊伟 那那天台湾选了邱星 那跟大家简单这个介绍一下邱星 邱星是2005年4月17号出生 他现在也就高足嘛 18岁174公分74公斤 右头左打 他是外野手 阿美竹啦 然后呢 他的几个这个特点 那他在御三杯呢 连续拿了三年的最佳外野手 那他评价自己呢 他的优势是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的优势是在于 手背跟打击能力啦 然后速度的话是有 但是应该是没有成成为快 那就是想办法去做学习 另外呢 林志平是他表哥 然后宋家强应该算是他比较接近的学长哦 其实基本上选秀就是这样子哦 因为我们今年的选秀顺位在比较后面嘛 那就是去年战机还不错 所以 呃 虽然说这个台湾大赛被指洛斯哦 但是今年的选秀 因为去年 力行赛战机 我们还是在比较后面哦 那在比较后面的状况 不管你是第几人是 你在比较后面的这个顺位嘛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尽量有什么好手 然后他还算是可以符合我们的队形 我们就尽量选哦 所以选球星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哦 那当然 近几年好像有种观念就是说 我们尽量去选中线的内野手 那如果说他的中线内野手站不稳的话 至少可以让他往就是丢到外野去哦 然后他有个位置 比如说 呃 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哦 一个叫做沉截线 那一个叫做沉沉微哦 不过老实说啦 就是 呃 你要认真看的话 像这种内野转外野的跟纯外野的 我觉得 先天上在外野的判断还是有差别啦哦 那哦 正外野手理论上他的这些手背判断 应该是还是会比转的内转外的要来的好哦 所以 进来的就是好好的努力吧 因为他前面其实还有好几位 呃 挡在前面啦 像我们最近讲到了林振华 林振华算是今年球队在重点培养的外野手哦 他今年得到很多一军的PA啦哦 那机会就在那边 怎么把握就看个人哦 那当然秋星也不太可能就是说 今年就有很多的一军机会 那这个部分就是看他在二军怎样去做训练哦 然后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在第二轮选的是校长林振华 啊 啊 林振华去年是在赴半岸将第12轮被选进去但是后来没有谈成啊 那去年12轮今年变二轮哦 呃 有一部分应该是跟他这个去年在选秀奇的那段时间他也遇到低潮啦哦 那今年他也算是有把他的状况调回来哦 像他有场比赛队远东科大投了七局的无丸打 所以顺位上往上拉很多哦 那至于有机会选林振华但是后来没有选哦 郁城部的主管沈郁姐是说 呃 其实是有考虑过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哦 那其实在选秀前林振华也就跟中兴兄弟签自赔了啦 所以算是无痛转换哦 总之不管是第几轮哦 都恭喜他们加入我们讨论队哦 那当然要上一军没有那么快哦 他们还需要多一点时间去磨练自己啦 那还是一句话丑话说在先哦 就是每年季中选了多少人 其实季末大概就会 Thank you 掉多少人啦 所以这个部分呢在季末 就到时候还是会不免俗的再做一集Thank you 特辑啦 好那最后一部分就是赛程预告哦 那本周终于算是正式进入完整的下半季的一整周的赛程哦 那我们在7月18号就节目上到这一天 我们会去新装面对富邦和奖 7月20号礼拜四会去周际面对中兴兄弟 21 22 23 56这三天呢在主场面对同医师 那么其中7月21号礼拜五是乐天集团日 7月22 23就礼拜六日这两天是Yoko Sopa 那上半季广受好评的辣年糕趴是2018年开始的韩式的主题日 Yoko Sopa其实这个历史更悠久哦 它是一个日式的应援主题日哦 那我们家球队台湾队呢在上一个老板也就是Labico时代呢 其实有口手趴会办的比较有声有色哦 因为那个时候叫做Labico桃源 所以你要请日值的这个应援元素过来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很配合哦 所以我们有请过像是千叶罗德海洋的迷之鱼哦 像是日本火腿斗士队的Flap哦 那是一只狐狸哦 就这两年斗士队突然又在封那个狐狸舞哦 那他们那只吉祥舞狐狸吉祥舞叫Flap哦 然后像这几年跟中兴兄弟合作的板神虎的Kita 他也曾经来过我们家桃源哦 所以那个时候啊日值12支球团 唯一一支不会跟我们合作的球团就只有西武师哦 那那西武师是因为跟统一师去做双施日的限定合作 所以他就不会来桃源哦 不过在2019年球队转手之后啊 因为转手2020年就遇到COVID-19哦 就等于说各国的国际交流都被停下来了哦 所以2020到2022年这三年的YOKOSO桃源趴 就YOKOSO主题日呢是就没有日值的球队 日值球团的元素配合啦哦 那所以到今年才有哦 那不过呢因为这个球队换老板 那现在老板是Rakuten集团 所以当然日值的其他球队要来的机会就相对的比较低哦 所以在今年的YOKOSO主题趴到目前为止啊 呃有这个确定要来的就只有这个 我们的算是同集团的不同球队哦 就是仙台的东北热天金救队 他们出他们的拉队跟吉祥物 那吉祥物是克拉奇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克拉奇 就英文是克拉奇 还是你要念日文的克拉奇哦 也如果大家有开过手排车的话 那个离合器就叫克拉奇哦 不知道是不是念克拉奇哦 然后 然后桃园的拉队叫Rakuten Girls 不过金救队的拉队呢叫做Tohoku Golden Angels 那他们会来四位分别是 艾米、Suzuka、Kaho跟Ruka这四位 来到桃园这边来做表演 其他在我录音的这一天哦 7月17号这一天已经有发表的活动 还有包括就是和泰谷的演奏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家驻日的 应该说不能讲驻日哦 就是说我们家有一位日本籍的拉队成员哦 金井彩香 今井沙亚卡呢 他终于在奎月三年之后 会在Yokoso Park 来我们这边做应援哦 那彩香基本上他之前就是在 Rakuten Girls的时候 就因为他算是热情的球迷 然后被发掘 然后被球队邀请来做应援 然后就算是我们加拉队 第一位的外籍的成员 你要讲洋将也可以啦 那呃 其实我们洋将前前后后 达黑是第三位哦 那中间有一个李哈佑 迪和润他曾经要来 但是就遇到COVID-19就没有来哦 那彩香之前最后一次来 就是已经是2019疫情之前 而且他那个时候叫做 Lamigos的时候来 那这三年呢 他没有办法来 但是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来哦 但是其实他有 帮我们家Rakuten Girls 在日本跑一些活动 那这一次的Yukoso主题是 终于让他有机会 用Rakuten Girls的身份 在台湾这边做应援 那其实像彩香之前 他来的方式 其实就跟今年达黑 来的方式就很类似 他们就是 呃 可能一个月挑一个礼拜左右的 连续组场 然后会出现在这里 那彩香他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他也是蛮认真的 因为他也曾经就是有负责跳过中场舞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中场舞是要排练的 那像达黑的话他本身舞蹈非常强 所以他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彩香他不是本科出身 所以他那时候愿意去接中场舞 其实也是蛮令人敬佩的 那彩香在加入我们家拉队之前 而且在加入之后他有个双重身份 就是他也是这个千叶罗德海洋队主场 销售啤酒的啤酒女孩之一 就是大家如果去日职看球 你就会看到那个有这个啤酒女孩 然后他们很辛苦的背着一桶啤酒在背后 然后在走道上上上下下的 就是帮观众帮球迷做这个道府服务 所以彩香在这个 罗德海洋队组长也是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业绩也是蛮好的 然后在队上他最欣赏的球员 现在已经不在我们队上了 他那时候最欣赏是詹志瑶 不过詹志瑶 詹志瑶现在已经到了富邦安将军当教练了 所以只能说沧海桑田吧 以上就是本集的原始物语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后期公众在上回视频 拜拜 啊 咦